我倒希望各位去测试一下你自己吧 当你远远看到老板的时候你怎么样 这最好的讨厌你自己 你看你远远看到老板来你怎么样 美国人是不在乎你是老板不是老板 反正我看到就看到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 那叫美国人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你要看到你应该看到的人 你要没有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人 哪里说我看到就看到 没有看到就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到你老板 你敢不敢跟人家继续聊继续讲敢不敢 你也不敢 你敢不敢啪一下不敢不讲话敢不敢 你也不敢 你就不敢嘛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最复杂 因为他最敏感 各位你是老板 你远远看到两个人在那里讲话 看到你过来还继续讲 你比方说目中没有我 那我就修理你 你去做他的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看他你下次还敢不敢 你每个人讲话讲话看到她 我竟然经常 我一定再说我坏话 不是这样 永远在这东西 难 难就难 因为中文对戒他太精了 好 只有你一个人 你走过去 他走过来 你糟糕了 你一路看到他 就跟他有仇 怕他出手打你 要不然怎么一直看 所以你照眼观看 掉过来 可是一掉过来 他已经过去了 你糟糕了 主要算得好好 回去正好看到 这就是你 应该去运你的气 这就是运气 每个人都只有一口气 你怎么运你的气 运的好就叫运气好 运的不好运气不好 那真的运气不好